近代史上,日本的第一次侵华应该是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对中国展开疯狂掠夺,日本蓄谋已久 中国仓皇营战,北洋军队全部覆灭 中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后来又因为日本制造的卢沟桥事变 让日本侵华战争持续了八年 无数无辜的百姓惨死在日本的刺刀下面 而日本人的心狠手辣惨无人道 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一辈子都不会遗忘 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但是历史可以被原谅,却不能被忘记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有一个主持人是日本人 但是他在中国生了女儿,将女儿加入了中国国籍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人叫石野浩二 石野浩二在我的印象里 就是那个在天天向上里面总是插不上话的那个主持人 但是石野浩二有他独特的冷幽默和谦虚的性格 因此也收获了一大批观众的喜爱 石野浩二从小家境就十分困难 后来来到中国演日本鬼子 这一演就是15年 也因为一些角色的刻画 石野浩二经常遭到一些没出戏的观众的怨恨 而且也还受到日本人的嘲讽 甚至是右翼积极分子还对石野浩二进行人身攻击 后来石野浩二和一个重庆女孩相爱并结婚 之后一直定居在重庆 石野浩二在十年的时候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宝宝 并娶名叫新月 然后他将自己女儿的国籍加入到了中国 并且表示 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早日放下仇恨 但是我觉得我国作为大国一直都有海纳百川的气质 历史可以原谅 但是不能被忘记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探讨更多精彩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